這個比較簡單的說明 像我們來講一般來講 我們的解釋的事情 有些東西因為我沒辦法綜合 所以舉例來說明 就是因為要想要理解它 就像講筆熱的定義 筆熱的定義是什麼 它的定義 操作型定義 它的意義是什麼 意義是三小 是什麼 這樣就不是定義了 筆熱只是講的概念 來 榮軒 榮軒剛剛講的好 但是 榮軒不要說 來 阿姆說說看 什麼是 什麼是筆熱的定義 同學仔細聽 不要亂跑 阿姆講一個 筆熱的定義就是 一公克的物質 上升一度吸所需要的 多少的熱量 就是它的筆熱 好 照顧講一遍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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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比較一下 不一樣 你再講一遍 不一樣 不一樣 多少克的東西 可以用多少卡 可以用多少卡 因為都是多少就不是定義 那我跟你講 筆熱是0.5 用你的說法說一遍 一直覺得說 一公克的水 水 那不 水沒有 一公克筆熱 0.5的東西 然後你給它 0.5卡 它就上升一度 OK 這有數字之後就不一樣 剛剛全部跟你講 多少多少多少 那只是一個概念 不是定義 我們講 定義是清楚的定義 所以什麼叫做筆熱 筆熱定義是什麼 一克的物質 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熱量 就叫做筆熱 對不對 當然這邊的熱量 是用卡為單位 所以它上升 它需要幾卡的熱量 讓它上升一度C 因為它的筆熱是多少 對不對 後面同學懂不懂 不懂 不懂 好 好吧 筆熱 筆熱 筆熱我們上過課了嗎 你不要忘記了 有嗎 好 廢話 去年 可憐了 我剛剛很健康 好 好 先把他還給你 啊 誰會記這種東西啊 對啊 我們已經上第二遍了吧 筆熱已經上第三遍了 不是啦 我說 去年上過一遍 記不記得 哦 我不記得了 拜託 這是兩個錯誤的示範 請大家不要學 去年上完了 今年就還給我了 今年上完了 明年又還給我了 那你這樣子 我跟你講 其實因為 我們沒有考試 所以有時候我在思考 考試到底對大家是好還是不好 考試上有個好處 有時候想想是有個好處 他鼓勵比 會有點逼迫大家 去複習 我告訴你說 我今天有月考 有週考 所以不得不讀嘛 可是考試有缺點 就是因為有時候 我們在考試完之後 把你的 好跟不好 你跟同學比較 有些同學會心裡比較挫折 這是不好的地方 可是考試真的有個好處 是讓大家會多一點點練習 可是 可是 我也不喜歡說 一直考一直考 考到每天都一定有個什麼 因為考到每天都沒有什麼 考的時候 就開始出一些奇怪的題目來考 那考到很變態 那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可是我希望各位 我們因為沒有考試 所以你對讀書這件事情 要更自主 我們講自學嘛 這是個自學團體 所以拜託一定要把那個自主的 那個快 精神拿出來好不好 所以拜託回去一定要自己 再學一下 再複習一下 好不好 不要再睡覺了 你上課利用睡覺時間才 我剛剛跟 我們再花個五分鐘 講講故事好了